使得我们没有今天 其实微软 IBM和Oracle这样的公司面临的挑战 依然是非常大 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大 对阿里巴巴也一样 刚才那个云炳红讲 这个我们这些公司 十年内可能在 一百年内肯定不在 这个教育会在 新东方会在 这里面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呢 十年以内我们未必在 可能三年内就不在 现在哪一个互联网公司 真正能红三年的 很难 第二个教育在 新东方会不会在 这是两码事情 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但是教育肯定会在 人类社会上有两个行业 是永远活得很长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教育 很重要一点 他们是坚信 有敬畏 也有感恩 也就是所谓的 真正的信仰的力量 和信念的力量 所以我那是最后一个讲 最后一个讲 其实最大的悲剧 就是前面的人 讲得太好 全讲光了 没东西可讲 最其实坐在最后一个人 最希望前面讲的那一点 这样我稍微讲的好一点 就过去了 但前面都讲的很 我觉得大家都讲的特别好 更可怕的 大家还讲的特别认真 这个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很难讲好 但我的题目呢是 这个想象力是为了社会最大的动力之一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做的很好了 其实是想象力不够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的很烂了 也是想象力不够 别人讲的很好 你觉得不能超越它 其实还是想象力不够 BAT大家都觉得它相当的了不起 但是你的想象力不够 我估计也就两三年 格局就会变化 过个四五年 我们这些企业是否还会在那儿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应该每一天颅履薄冰 所有做传统企业的人都觉得 哎呀互联网企业真的日子很好过 其实互联网企业不好过 而且相当的难过 企业越大越难过 所有的企业 小企业最好做 做大了都难过 互联网企业尤其难做 至少我讲实话 我如履薄冰 每一天就像过一年一样难过 每一年过十五年这样的压力 要不我不会这个样子 这个大家觉得我们好像短短的十几年内 把企业做成了这样的规模 这样的市值 其实并不短短 这十五年在我看来 我的内心就像过了四五十年一样 每一天非常的艰难 所以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下一辈子还做企业 我一定不会做成这个样子 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规模 一定不会做成这样的影响力 一定不会把这个企业做成上市 这也是实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未来的世界 最重要的不是你做得多大 不在于你做 而是在于做得多好 其实长和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要想做得长 你的做法是不一样 你要做得好 你的做法也不一样 有时候活得长 未必活得好 活得好 未必活得长 又要活得长 又要活得好 那是非常难的 你要活得长 你要少动 像乌龟是活得很长 它不太动 你要活得好 那你要经常动 蜡烛要烧得亮 那就烧得时间短一点 你要烧得长 那就一定不亮 两样任何东西 不能是对立起来 所以我自己要不断的 我们在不断的思考 如果重新来过 我们会怎么去处理这问题 因为大家都谈的是实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恩涛教练 我以前做过直销 开过网络公司 在贸易公司 做过高管 虽然说有一个稳定不错的收入 但是我不想一辈子打工 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你没有钱 没有本事 连你最亲的人都瞧不起你 朋友 你还在传统的行业中苦苦的挣扎吗 今天你有幸看到这个视频 我愿意手把手的教会你 如何利用互联网 一部手机 一根网线 实现个人创业的梦想 我们不需要投资 不需要找人脉 更不需要东奔西跑 我已经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90后 00后 甚至50多岁的网马阿姨 实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 如果你是一个有激情有梦想又不甘现状的人 那么请大胆的对自己的过去说一声No 请拿出手中的纸盒笔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 3281933661 3281933661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拒绝了解可能会错失良机 谢谢 记得哪一个很大的哪几个标题说 如果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会成功 无非就是要把一个万灯轮 把它抬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很多同事来找我 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就把它抬上去试试看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相信 忽悠和那个的差别是什么 忽悠是自己不相信 让别人相信 其实我们这些人是自己相信 你相信并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这么看呢 对阿里巴巴来讲 未来三十年 看清楚 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这个社会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说今天这么做 十年以后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二十年以后一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你今天开始做 坚定背这个方向 那时候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未来的战略 我是觉得你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大 你所得到的回报会越大 你的企业也会越大 我是这么判断未来 根据今天我们在看济南这么大的雾霾 中国有这么大的雾霾和环境的污染 毫无疑问 十年二十年以后 中国的 请不吝点赞 你收到的话 我也要 我来说